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在北京時間2月23號 中共舉行了一次非常大的一次大會 參與的人數應當至少有15萬之多 在北京就有中央政治局的所有的這些成員 包括七個常委都參加了 還有中央書記處、還有國務委員 還有跟防疫相關的中央的機構都參加了 那麼同時在其他的這個省份還有這些地勢 還有縣主要的領導都參加了 不過他們不是聚集到北京去參加的 他們是通過電視電話會議的形式聯網參加的 全部加起來,還有軍隊裡面的 還有軍隊裡面團級以上的幹部全部都參加了 所以加起來一共有十幾萬之多 這個會議在開之前是沒有任何先兆的 大家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這個什麼機構 在準備為這次大會做一些工作 突然就召開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那我就看了一下習近平的長篇的講話 中共的這些黨大股的文章 讀起來是非常的沉悶乏味的 但是我還是耐著性質把它看完了 因為這麼大一個動作,它肯定會透露出來一些信息啊 後來一看,仔細的讀了兩遍 還真是裡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 同時會議,我看了一下錄像 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很有意思,所以說今天要跟大家來講一講 有些什麼樣的信息呢? 第一個信息就是中共體制內部現在已經亂了 妄議中央的否定核心的人太多了 怎麼看出來的呢? 在這個習近平講話的開始 他就把他過去從1月初一直到現在 所做的所有的這些事情都給列舉了一遍 比如說1月7號他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 做出了對疫情防控做出了指示 那麼1月20號又召開了一個什麼會議 又做了指示,大年初一又召開了什麼會議 後來又召開了幾次幾次會議 做了一些什麼樣的指示 2月10號他還連線了湖北 武漢的抗疫前線還在北京做了調研等等等等 那最後他的總結是,我時刻關注疫情防控的工作 每天都做出口頭的指示和批示 那在他講話的前面他還有一部分很有意思 他的這部分跟以前湖北的武漢市長周先旺 在中央電視台上面的那個講話傳出來的信息 是完全相反的 他們兩個人是在搶攻 前一段時間周先旺他在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他說我們以前沒有即時的公佈疫情的狀況 那是因為要等中央的批示 後來中央批示了 下放給地方比較大的自主權了 那我們就敢做了 所以說他們湖北的武漢的這個領導 就做了一個國斷的決定,封城 周先旺還說這麼大的這個決定 我們都知道這是相當大的要負相當大責任的 一旦失敗了,他說我要革職以謝天下 那也就是說周先旺說這個封城的決定 湖北封省的決定 這是由湖北地方自己做的一個決斷 那麼習近平在這次講話當中就把他們的這個功勞 按照中共的這個眼光看起來這是一個功勞 這是一個正確的一個舉措,他就把他全部給搶過來了 他說1月22號黨中央果斷的要求湖北省 對人員外流實施全面的嚴格管制 還說了做出這一決策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 但是該出手時必須出手 否則當段不斷必受其亂 最後他給自己還打了一個分 他說我們的反應是及時的,措施是有效的 給自己打了滿分 他為什麼去講這一方話 我在讀這個稿子的時候 在讀前面這一段的時候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我後來就去找了一下前面的資料 居然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就是他這篇稿子前面這一部分 跟他在2月3號在政治局常委會議裡面的 一個講話的那個稿子幾乎是完全雷同 甚至是有很多的這個段落很多的句子 譴詞造句都是一模一樣的 比如說他那篇裡面也講到了 我每天都做出口頭指示和批示 這篇裡面又有 那篇裡面也是列舉了 每一次開了什麼會議做了什麼指示 這篇也是一樣 我就想了一想 後來就聯想到有一件事情 就是習近平在過去幾年 曾經有好多次被書單 我讀了什麼什麼名著 那本名著講什麼 另外一本名著講什麼 經常一列一長串 也是在重複的 不止一次是在重複的 那個稿子也是基本上不用修改 直接就這次用了 下次再拿出來用的 那為什麼他會重複的被那些書單呢 那是因為他知道下面的人在議論他 說他沒有文化 說他小學才畢業 初中沒畢業 是梁家河出來的土包子 所以說他因為要克服自己的這種自卑心態 同時也要反擊那些人 你們說我沒文化 我就告訴你們我是有文化的 我讀了哪一些哪些的書 這個心態呀 這一次的這個講這些 他做了哪一些哪些事 跟這個被書單的心態是一模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明習近平他已經知道了現在 體制內的人士黨政軍內的人士對他 是有很多很多的議論的 那其中有兩個議論他肯定是知道的 第一個議論就是說他不做事情 因為自從這個疫情爆發之後啊 他就經常啊就不露面了 神隱了,一隱就是好多天 那有一次最長的一次 應當是有八天時間都沒有露面 這個當然會引起黨內議論紛紛 說你這個人是不是消極待政啊 你是不是不做事啊 在這麼大的這個災難面前 你作為一個國家的第一號領導人 你怎麼能這麼幹呢 這底下議論很多 所以說為了對付底下的這些人的議論 他就不停地告訴他們我在做事情 我每天都在做出口頭的指示和批示 我參加了多少會議,主持了多少會議 發了多少多少的這些批文 這就是他的回應的方式 那還有一個議論呢 就是你這個決策錯誤了 現在這麼多的人生病了死亡的這種事情 還有全國的這些這麼多企業停工 這麼多的城市陷於癱瘓 總是要有人來負責任的 那你這個作為國家的主要的領導人 你的指揮啊,適當啊 所以說他也要用直接了當的方式告訴這些人 我沒有指揮適當 他自己總結的說是反應的 是及時的,措施是有效的 給自己打了滿分 我告訴你們,我的領導就是絕對正確的 那麼他說這些話,反覆地在說這些話 也就是說明了底下的議論的聲音 實在是太大了,讓他怒不可遏 讓他坐立不安 所以說他要重複 這就是有一些人他不斷地重複一個信息 就是表明了這個信息 已經讓他感覺到必須得這麼做 那不這麼做呢,他內心裡面就沒有平靜 他就感覺不到安全感 這是一種強迫症 但是被蘇丹跟這個反覆地說 他做了哪些事情,他的決策是正確的 是同樣的一個道理 說明中共現在內部對他的議論非常的大 他的威信已經掃地了 這是第一個這個信息 那麼第二個信息呢 就是他要清洗一批幹部 那在這個講話裡面呢 他就威脅了湖北的這個領導層 同時也威脅了全國其他地區的這些領導 那對湖北的這個威脅呢 那是領導階層的這個威脅 那是非常具體的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啊 針對湖北和武漢前期防控工作 存在的嚴重問題 黨中央及時要求 及時提出整改要求 並且對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領導班子 做出了調整充實 那這個不僅僅是把湖北的那個封城的 那個決策的那個功勞給搶走了 還要把過去延誤疫情的這個責任 要全部堆到他們頭上 說你們過去防控工作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所以他在這裡威脅了這個湖北 同時他也在威脅其他的這些地方的這些領導人 那他怎麼說的呢 他說從總體上看 我們的這個抗議鬥爭中的這個隊伍還是好的 但是有少數幹部表現不佳甚至很差 有的是不敢擔當不願意負責任 說他們什麼都要等著上面部署 不推就不動 還有的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甚至有臨陣脫逃的 那對這些人呢 你們要迅速的糾正 如果不糾正的話 如果再這麼繼續搞下去的話 那麼將來我就肯定要出手 那湖北的官場就是你們的這個未來的這個樣子 我就要像對待湖北一樣對待你們了 所以說這是第二個重要的信息 他是準備要清洗一批幹部 現在湖北已經開始了 其他的地方接著就會來 第三個信息呢 就是北京現在的疫情非常的糟糕了 現在已經到了大爆發的邊緣了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在這篇稿子裡面呢 習近平提出了這個八點指示 關於這個抗疫的和這個恢復經濟發展的 做了八點指示 那麼第一點指示呢 就是說要應付武漢的這個抗疫的工作 這是重點,武漢是主戰場 這點是放在第一位 那麼第二條就是講北京的 他說要全力做好北京的這個防疫工作 首都安全穩定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 要做好、堅決抓好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這兩大環節盡可能的切斷傳染源 前一段時間大家都知道這個北京西城區 已經有好幾十人受到了感染 那這是已經確證的 那還有很多更多更多的人 可能幾百人甚至是幾千人 都已經被隔離了 那其他的這些城區也都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這對於中共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 這是非常不好的一個消息 這對他們來講是不能夠承受的 這樣的一個後果 因為北京一旦是感染了 比如說常委裡面有幾個感染了 或者是這個軍隊 最關鍵的是北京的這個衛戍區和中央警衛局 如果是他們感染了 整個政局就亂了 所以說他現在恐慌的很 所以一定要在北京要嚴防死守 要守住入京通道的第一道防線要加強重點防控部位的人員和物資保障 什麼是重點防控部位啊 就是中央的那些機構啊 尤其是中南海習近平 他們所在的機構 當然習近平現在已經不敢是住在中南海了 現在已經這個撤離到西山了 但是他也是在北京的範圍內 如果整個北京城最後都被這個瘟疫所攻陷了 那麼他在西山也是不安全的 那如果是讓他調到其他的 這個轉移到撤退到其他的地方去 那麼對於整個政局這個影響也是相當大的 所以說他現在要在北京要嚴防死守 也就是說明北京現在的疫情已經危在旦夕了 第四個信息就是現在經濟不好了 具體的說通脹、通貨膨脹很快就要失控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習近平在這個八點建議裡面 其中有一點是說要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 要防止經濟運行滑出合理的區間 防止短期的衝擊演變成為趨勢性的變化 我在前面幾個視頻裡面講到過 中共有一個智囊叫做劉士錦 經濟智囊他就說過如果是二月份疫情不能夠 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話 疫情不能夠結束的話 不能夠全面復工的話 那麼對於經濟的影響那就是長期的傷筋動骨的 那現在習近平也意識到了 如果是這麼搞下去經濟會垮掉 所以說他提出來這麼一個目標 就是說要防止短期的衝擊演變成為趨勢性的變化 如果是僅僅是GDP降個一個百分點、兩個百分點 甚至是三、四個百分點 他覺得還是可以承受、還有希望 但是如果引起了外資大規模的撤離、外企大規模的撤離 引起了出口被阻斷 引起了好多國家跟中國經濟脫鉤 引起了國內大量企業的倒閉、大量人員的失業 所以說他要防止這個局面出現 但是怎麼防止呢?他說了幾個政策 第一個是財政貼息大規模的降息、降費 再就是緩交稅款等等政策 而且這些政策要落實到企業 不準備對企業收那麼多的稅收了 要給他們各種各樣的補貼 這個對於企業來講當然是好事 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想 這要花掉大量的錢 花掉大量的財政上面的或者是金融體系裡面的這些錢 而這些錢從哪裡來呢? 整個經濟在下滑的時候 整個經濟受到重大的打擊的時候 錢從哪裡來呢? 習近平也說了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靈活適度 前面說的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他們過去一直提倡的 但是一直沒做到 那個不是關鍵,那是光化、透化 後面的才是重點 他說要更加注重靈活適度 就是貨幣政策要靈活 什麼叫靈活呢? 就是這個金融體系需要多少錢 咱們就印多少錢 整個國家要讓他經濟運轉起來 需要多少錢我們就印多少錢 要靈活,不要石板,沒有任何上限 也就是說他們要大規模的印錢了 現在看起來也只有這一個解決辦法 否則的話資金鏈一斷,債務鏈一斷 整個經濟瞬間就崩潰了 那麼大規模的印錢當然也是長久來看 也是不好的 但是現在顧不得那麼多了 現在能夠救急的手段要先用上 能夠多活一天就算一天 大規模的印錢在所難免 他還說了,一些地方財政受疫情的影響較大 要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確保基層 保工資、保運轉、保基本民生 什麼意思呢? 就說這次疫情影響的不僅僅是中央的財政收入 不僅僅是影響了整個國家的這個金融體系 地方上面的財政收入也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地方上面的這個稅務也是收不上來了 那麼怎麼辦呢? 收不上來的時候是不是就把這些黨政系統的人員的 這個工資就給他們扣一扣呢? 不是的,他說一定要保基層的工資 要保運轉,就是政府體系 這個維穩體系還要繼續運轉,當然他也說了保基本民生 就是說還得保讓大家得有口吃的 沒吃的就要造反了嘛,那他就應付不過來了嘛 所以說這些動作都是要花大價錢的 這些錢從哪裡來呢?地方政府的錢從哪裡來呢? 地方政府自己不能印錢呢?不要緊,他也指了一條路 他說要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規模 要準備大勢的發行債券了 那麼這個一方面又印錢,一方面又大勢的發行債券 最後是什麼結果呢?他就是通貨膨脹嘛 那就是最後通貨膨脹失控嘛 所以說我在前面有個視頻裡面講到了 大家就等著在90年代俄羅斯出現的那種情形 可能會在中國重現,也就是說這個人民幣 大貶值,可能貶一百倍,可能貶一千倍 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貶值的規模 大家一定要注意,這個結果肯定會出現 經過這次疫情之後,經過這次經濟大危機之後 肯定會出現沒有其他的任何的這個可能性 能夠避免這場通貨膨脹的一定會出現 那麼在這個通貨膨脹來臨之前 普通的人老百姓應當怎麼辦呢? 那我這裡有兩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就是盡量的要多借錢,不還債 通貨膨脹的時候債務並不是一個大問題 你現在借一萬塊錢,到時候這個貨幣一貶值 可能就等於是一百塊錢了 所以說到時候還債比較容易 當然了這個借債的時候肯定有一些條款 你們得看清楚了,得看清楚了 那第二個呢就是欠錢的不要著急著還 現在習近平也是指示,尤其是那些企業家 欠錢的大家不要著急著還 告訴他們這就是不可抗力,這就是這個疫情的衝擊 所以說如果是那些金融機構吹債吹的狠的話 馬上就把習近平的這個講話搬出來 看看他們怎麼辦 第三個就是千萬不要買地方政府的債券 中央政府債券也不要買 現在錢要賺在自己的手上 把它換成最基本的生活物資 習近平所說的保基本民生 我們就把這個錢拿在手上 自己的錢賺緊了,還要把這個金融體系的錢 還要把這個政府機構的錢 把它們盡量的往自己的手上轉移 轉移過來保基本民生 保基本民生我們不能夠等著那些地方政府 等著中央政府來給我們保,我們要自己保 他現在說的好聽,但是呢 他是首先要保基層的工資,要保那些幹部 要保整個國家機器的運作,他要保了那些之後 有多餘的才來保民生的 所以說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增搶資源的模式 跟這個體系,跟這個政權來搶資源 我們把資源攥在手上越多我們老百姓越安全 我們的基本民生就越有保障 好,那他這幾個值得注意的信息我已經講完了 四個值得注意的信息 第一個就是這個妄議中央的人太多 體制內已經亂掉了 第二個是習近平應對這種情況 他要準備清洗一批幹部 第三個就是北京現在疫情相當糟糕 北京隨時都有可能亂起來 一旦常委裡面,甚至習近平或者是在第一級的 那些部級幹部 他們出現了比較大規模的感染的這種情況 那整個體系就亂掉了,整個防疫的部署就亂掉了 整個工作就全盤失敗了 第四個就是經濟要垮,通貨膨脹要失控 大家注意好這幾個細節 這是今後很快就會發生的 那麼還有就是這一次大會裡面 有幾個比較有意思的細節想跟大家解說一下 第一個細節就是這次大會參與的人很多 但是絕大多數99.9%的 都是通過電視電話會議的形式參與的 是連線的 現場在北京的那個組會場的人數很少 只有大概60人左右,我看他們做了四排 這個主席台下做了四排,每一排大概是10個人到11個人 那麼主席台上面做了7個人 這是他們這個櫃翼的這個主場的規模很小 而且每個人做得很開,那麼主席台下都是戴著口罩的 也就是說現在在北京,哪怕是在他們這個高層的圈子裡面 也都是對這個疫情是相當相當的緊張 每個人都有得病的可能性 過去好長一段時間,習近平都沒有去過人民大會堂了 這就是這個原因,因為他也怕他身邊的那些人被感染了 尤其是怕他的警衛局的人被感染了 那對他來講,這個生命安全就沒有保障了 第二個細節就是這次會議自始至終只有一個人講話 就是習近平,這是標準的一言堂 會議規模很大,十幾萬人參加 但是其他的常委、其他的政治局委員沒有一個講話的 這也是非常少見的一種現象 我認為這是習近平接受了毛澤東的教訓 毛澤東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這個大饑荒之後 他召開過一次大會叫做七千人大會 把全國各個縣的主要的領導、縣長和書記 還有軍隊裡面的一些主要領導全部都集中到北京 去開了一次大會,那這次大會呢 主要是要解決這個大饑荒之後的經濟發展的問題嘛 國家重建的問題嘛 那個時候就有很多人講話 結果講著講著就越來越對老毛不利 最後這個劉少奇出來講話 那對毛澤東簡直是重磅的打擊 他說這個是三分天在七分人禍 這個大饑荒是由人禍造成的 是因為這個政策不利造成的 他是說了一些比較過分的話 在七千人大會上面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鳴 那些在地方上面的那些幹部啊 他們都是見過那個大饑荒的慘狀的 所以對他們的這個心靈造成了巨大衝擊 那個時候共產黨啊 他們裡面的還有一些幹部 還有一些樸素的感情 還沒有被這個人性還沒有被完全的泯滅 所以說劉少奇這麼一說大家就響應 結果就把這個毛澤東啊就把他給排擠了 就讓他的威望受到極大的損害 毛澤東後來好長一段時間 大概有四年時間都不得不退居二線 因為你在那麼大的這個場合 讓人家這麼懟了一下 你哪裡還有權威呢 直到後來這個66年他開始搞文化大革命 才重新把這個權奪回來 所以這對毛澤東來講是相當驚險的一幕 如果劉少奇還有鄧小平他們這些人 周恩來這些人如果他們狠一點 那毛澤東就完了 那習近平接受了毛澤東的這個教訓 他知道他如果是開會的時候 有一個人提出來跟他相反的意見 那麼底下的人可能就會全部都要起來反對他 所以說他堅決不給任何人講話的機會 大家看一看這個主席台上坐的那幾個人 我仔細的看了一下大家都是神情麻木 尤其是那個李克強對於習近平這個講話 根本就心不在焉一臉的不屑 習近平不能夠讓他們講話 那麼也就是說明了 今後無論是兩會還是中共的什麼其他的會議 這個可能會成為一個模式 就是習近平他在沒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情況下 他是不敢輕易的讓別人去講話了 不敢在這種開大會的場合 輕易的讓別人去講話了 那麼這個兩會呢 現在今天應當是這個人大常委會 應當做出一個正式的通知 就是要延遲兩會的這個召開 延遲到什麼時候呢 我估計習近平他會無限期的把這個延遲下去 盡量的把這個推遲 因為這個兩會一召開 這對於習近平的這個政權的穩定 對他個人地位的穩定 就會形成一個重大的威脅 兩會有好幾千人呢 全世界都關注、全國都關注 世界的媒體每天都在那盯著 那個時候只要有一個人說出來 習近平應當對這件事情負責 只要三分鐘、五分鐘的這種講話 那就會徹底的改變 中共內部的權力結構 甚至是會徹底的改變 整個中國的政治格局 所以說兩會他會盡量的延遲 好,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